注意看,这头站在兽射角落里的熊正准备朝着饲养员发起攻击 它专门躲在兽射的视野盲区内 一旦饲养员进入兽射寻找熊 那么它就会火速发起攻击 饲养员将小命不保 别看平时动物园里的熊直立起身 仿佛成精的一般 朝着游客挥手甚至索要食物 被大家调侃成了精 但其实这都是它们 降低人类警惕性的一种方式 如果你真的被它们骗到 选择来到熊的身边近距离接触 大概率凶多吉少 其实熊最可怕的不是会吃人 而是会通过高超的智商 来骗取人的信任 之后再残忍地杀害人 在藏区就有这么一种熊 体型比一般的熊要小 胸口长着白毛 它们平时最大的爱好 就是趁晚上的时候 来到公路两边 将牛粪举到头顶当做帽子 同时直起身子向路边招手 在当地人的眼中 看上去就像是寻求帮助的牧民 再加上晚上灯光不好 很容易被熊骗到 如果这个时候 路人大发善心上前查看情况 熊便直接上前私养 有一位游客 晚上在路过藏区时 远远看着路边有一个人在招手 但直到走近五米后才发现是头熊 于是吓得加速向前开车 而那头熊也没有追上来 而是在原地继续招手 等待下一个猎物上钩 除了十分具有欺骗性外 熊的报复心理也很强 要知道国外在放生救治的动物时 像是老虎狮子等猛兽 在放生的那一刻 便会火速朝着森林深处跑去 警惕心很强 但熊却不一样 在网上曾流传着这样一个视频 国外救助团队在放生一只熊时 这头熊一下车 便愤怒地冲向驾驶位想要报复 看到驾驶位没人后 才兴兴地朝着森林深处走去 这样的场景也是吓坏了监控室的研究员 由此可见熊这种生物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温顺 日本在线熊吃人 短短的七个月 日本便发生了160起棕熊杀人事件 熊为何会频繁攻击人类 它们究竟有多狡猾 2023年12月8日 当地新闻报道称 一位名叫佐藤的57岁老人 在日本北部的森林中散步时 忽然发觉到旁边的灌木丛中有什么 还没等它反应过来 两头亚洲熊便从森林中跑出来 并涂向了佐藤 尽管它拼命抵抗 但这两头熊还是无情地攻击着它 好在熊没有杀死人的想法 最终佐藤捡回了一条命 根据日本媒体爆料 2023年是日本熊袭击事件创纪录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 有六位日本人死于熊的袭击 至少有200多人曾遭受过熊的攻击 幸运的是 它们捡回了一条命 由此可见 这些熊并不沉浸于杀人 而是更喜欢戏弄人 曾经有人在野外露营时 突然发现了远处有一头熊 吓得它急忙拉上帐篷平处呼吸 希望那头熊没有注意到自己 不久 那头熊便开始用爪子挠帐篷 并且试图拉开帐篷的拉链 可惜最终没能成功 又过了一段时间 熊仿佛对帐篷终于无可奈何 慢慢地朝着远方走去 就在帐篷中的旅客 长出一口气 庆幸自己捡回一条命时 他突然想到 有些熊看似已经走远 但就埋伏在不远处 等待着帐篷中的人出来 于是他急忙拨通救助电话 不一会便听到了一声枪响 原来是守灵员道 这位游客走出帐篷后 守灵员说 那头熊就埋伏在不远处 并且眼睛一直盯着帐篷 但凡你刚才直接出来 肯定小命不保 最终还是守灵员开枪 才将棕熊吓跑 由此可见 棕熊是真的很狡猾 那么他们是如何练成 这一身狡猾的本领的呢 如果有一天你听到敲门声 千万不要开门 因为敲门的不一定是人 还有可能是熊 别看动物园里的熊十分温顺 没事就直起身子 给大家跳个舞 在国外还有这样一项旅游项目 熊坐在地上 车上的人朝他扔面包 熊可以准确无误地接住 看上去十分乖小听话 但实际上 这都是熊伪装的表象 棕熊由于体型庞大 因此再凶猛的动物 也不敢直接上前和它硬碰硬 这也就导致棕熊谁也不怕 并且它们的领地意识也很强 日常除了觅食之外 便会以各种方式标记领地 一旦察觉到有陌生的生物 闯入自己的领地 棕熊会直接上前攻击驱赶 就算是人类 棕熊也不会放在心上 并且棕熊的奔跑速度也很快 人类想要跑过棕熊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抓到猎物后 棕熊会用自己 长达15厘米的坚硬爪子 残暴的撕咬猎物 人类这种生物 棕熊一巴掌下去 就能没半条命 别看动物园中的棕熊 乖巧可爱 甚至在俄罗斯 还有人和棕熊合影的商业活动 但这都是有一定风险的 因为你不确定 哪种行为突然惹怒了棕熊 从而引发了它的杀心 尤其是野外的棕熊 一旦在山上找不到食物 便会慢悠悠地下山寻找人类 趁着月黑风高之时 敲响山村人家的门 如果这个时候开门了 迎接主人的 将会是和棕熊的一场战斗 棕熊会疯狂地往屋子里闯入 甚至用力地砸向门窗 只为得到眼前这个猎物 并且棕熊因为长期观察人类 对于人类的基本习性 已经了然于心 这才能一次次地迷惑人类 那么如果在野外遇到熊 大家应该怎么办呢 目前看来 除了手中有枪外 没有其他好的办法 毕竟打又打不过 跑也跑不过 所以大家还是尽量避免 聚熊出没的地方 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感谢观看